好了,刚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些人比较容易情绪化 是不是性格的问题 的确是有的 但我们需要明白的 就是每一个性情都有健康性和不健康性 例如,什么人最容易有情绪问题的 就是比较感性的人 感性的人就好像艺术 艺术很强的人,音乐很强的人 但不一定是音乐强的 我音乐强,但我没有这个情绪的影响 但有些人是感性 就是容易感受别人的痛苦 也感受自己的痛苦 也看到事情就容易伤心 因为很挂心别人的情况 所以别人有什么事情,他就很担心了 例如母亲,因为母亲看过孩子 很看重孩子 所以孩子不听话,孩子不读书 他们就更容易受伤害 我会这样说的 其实有一个叫九行性格的分析 这些就是分析 有些反对这种分析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了解人有不同的心情 但那个感性的有两种 一种是健康型 一种是不健康型 什么意思呢? 健康型的感性人 例如大卫 大卫是很感性的 他写的诗篇很多都很有感性的 例如他说 人对我说我要去夜会店 我就欢喜了 他很容易欢喜的 很兴奋的 但他也有说 诗篇五十一篇 讲到他犯罪之后 他的很大的 这个畏罪忧伤 讲到他里面的忧伤 所以他是很感性的一个人 我们看到保罗不是这样感性的 大卫是这样感性的 但大卫是健康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神有喜乐有平安 他也将这个敌人的攻击 变为言习 神为他摆设言习 使他的福被满意 所以他将这个困难 转变为喜乐的机会 这个是大卫的 他的健康型 不健康型的 感性化的人是怎么样呢? 什么养? 这是两个畜生 都是感性的 为什么有人去正面呢? 因为大卫从小明白神的恩典 他进进神从神得利 所以他就养成这种正面的思想 而且他明白人有问题 所以他明白罪人的问题 他不放在心上 好了 为什么有些人同样是感性 但是不健康呢? 因为他常常习惯 或者是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在世界上 周围的人很多是负面的 因为他会告诉你 你看这个人真不好啊 我憎恨他 我希望他死了 他最好啊 他什么事情发生 很多人都去咒骂 你的家人可能都去咒骂你 你什么不好不好 其他人什么不好啊 都去说比较的话 他们就将这些思想放在他的里面 成为他的思想的模式 他的感性就变为不健康的感性 但其实如果他成长的时候 有一个人带领他 你看看世界这么美好 神创造的 你看看亲见神这么喜乐 你看看基督徒这么美好 你看看你帮助人 他怎么喜乐 所以你可以帮助人 你不开心 亲见神就有平安 就放下中担烦恼 如果有人这样帮助他 他就会成为一个健康型的人 但如果他周围的人 都是常常咒骂批评的话 他就变为一种不健康的感性 例如我自己 其实我自己是什么性格的 性情的 我是理性和感性两方面都有 因为我是理性 为什么我会分析原因 分析神学 证明有神 但我是感性的 我亲见神 我真的很感动的 我心想神 我心想 就会哭的 我有感性的命 但我两方面都有 然后我就 虽然有这个性情 但我同时保持正面 我感谢神 从小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性情 不将垃圾放在心中 所以我从小的时候 都是正面的人 然后我信了耶稣 然后经历圣灵就更正面 但中间有一段时间 这是我做牧师的时候 出气的时候 因为传道人的批评 令我有几年的时候 心中很大的压抑 但这个时候 我没有被这个压抑 变为忧伤低沉 如果我当时 放在心上 怎么传道人都会这样 为什么神不改变这个情况 如果我这样思想的话 我今天不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当时就是 因为我明白圣经 我看到圣经里面说到 人的问题 神是良善的 我常常都这样思想 所以我就保持这个健康性 这个就是 所以我 你留意你的心情 去哪一方面 好了 理性的人 也可以不健康的 你看有些 你像他传福音 解释 亲近神 解释圣灵充满 他什么都不听 因为他的思想是 刚硬的 刚硬的 他不能接受 这个是不健康的 理性 但健康的理性 会分辨每一样方面 能够接受新的意见 能够反复思想 这个是健康性的 所以你就留意 你到底是健康性的人 还是不健康性的人 哪一方面 而且另外有一点 我讲到这个处理生命 很多人就是这样说的 不开心 祷告了 答案就是 祷告 没有将这个问题拆开 我的处理的方法 我感谢神 神教导我 拆开我的内心 为什么我会被他影响 因为当时我觉得他 很重要 很宝贵 而且我觉得 他的话 我不能放手 我拆开这一点 我后来明白 我为什么被他影响 我怎样可以不被他影响 我拆开自己的内心 当我拆解我的内心的时候 我就能够化解我里面的负面想法 所以昨天我跟老师 跟另外两个同工一起沟通的时候 有一个同工说 因为我 我 我 我与儿子太亲近了 太熟悉了 所以我就容易 情绪化 然后 其他人都很快就去 上一个主题 我说 没有啊 他说这一点很重要 马上抓住 他说 因为他熟悉 熟悉他的儿子 所以他就会情绪化 我就问他了 你熟悉是不是代表 应该情绪化了 你是不是熟悉他 所以你就要发露了 是不是必定了 是不是必定 你这个人很亲近 所以你要发露了 其实应该是 我越亲近 我越珍惜他的关系 我越小心我的话 所以有些人 老夫妻都是 不用说谢谢了 不用说对不起了 没有 不要紧的 他不会介意的 其实 最接近的人 最容易伤害 就没有拆开这一点 例如我 看我的太太 非常重要 我珍惜她的感觉 我们也常常说 谢谢你 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的 这些有些时候 她拍拍我 我会说谢谢你 她拥抱我 我说谢谢你 我这样做 她也说谢谢你 就是说不要紧的 说这些话 不会不好的 是好的 所以我当时说 就是拆开 熟悉 是不是必定要不开心 同样 拆开 为什么我被人影响 为什么人说话 我受影响 我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我怎样 将这个问题拆开 然后处理 这个就是 我感谢神给我的方法 希望你放在记忆里 也能够应用出来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